1月10日 下午 这个时间段 其实有不少人都在等待古都市职业考核后续进展 主要是石铁兽进化型发现者时宇 目前正在拿石铁兽参加古都职业考核 而且表现似乎还很离谱 很难不让人关注 并没有让这些无法现场观战的人久等 那些有资格进入职业考场的媒体 就直接爆出一个大新闻 职业考核 考古学家VS传奇之子 石铁兽力压君王 古都市职业考核最强新人诞生 这一天 九大一级城市的职业考核新闻战剧热搜前列 古都市职业考核情况搭配石铁兽进化型的新闻最为亮眼 随着石铁兽进化型发现者时宇真的拿一支支觉醒了进化血脉 还没进化的石铁兽击败君王种族宠兽 网络上立刻炸开锅 关注这件事的预售师们纷纷评论 卧槽 还真拿第一了 不过听说对手是只有12岁的孩子 什么情况 在现场 你管拿着宗颜巨兽和空精蝶的传奇之子叫孩子 不过 和石铁兽这挂逼相比 尹正凡小天使的确有点像孩子 他还不理解大人的险恶啊 这么说 石铁兽潜力是真的很强 可恶 早知道选石铁兽做初始宠兽了 不过现在也不晚 这个石铁也太强了吧 随着事件的发酵 以及知情人士的爆料 石铁的其他资料也被挖了出来 冰原市第一高中 四域系学生 还在冰原市饲养基地实习过 有部分来自冰原市的声音说自己和石铁是同学 但是对石铁本人却不怎么了解 因为石铁很少与人交流 是个安静 孤僻的学霸 这些人晒出了毕业时的集体毕业照 可信度很高 正是因此 现在整个网络很凌乱 安静孤僻的学霸 人们又看了一遍生存试炼考核的剪辑 觉得绝对是哪里出了问题 学的是四域 众人看着官媒上大大的考古学家身份标题 更加的凌乱了 现在 这个四域系的考古学家 又成为古都职业预售师考核新人王 战力报表 石铁本人的身份经历 和他的宠兽 同样就离谱 冰原市各地 前战斗力单位陈凯 成功 都沉默地看着后续新闻 这一刻 石铁的名气可以说是再次提升到了一个高度 虽然只是作为一个职业新人 后来肯定会随着热点消失而慢慢被忘记 但刚成为职业预售师就享有这种关注度的 石铁也是头一份了 石铁兽买爆 低了 格局低了 石铁兽现在肯定买不起了 有人和我组队去捉青棉虫吗 青棉虫也很牛啊 最主要的是不要钱 万一捉到一条隐藏神秘力量的青棉虫 不赚大了 一语惊醒梦中人 不少纠结自己能不能买的起石铁兽的御兽师 目光都锁定向了遍地都是的青棉虫 东黄谷国补虫少年数量 于这一刻激增 对战结束 曲解大师宣布完结果后 石铁开始带着石铁和重重去补充体能 这场对战之前 肯定不少观众都认为他不会拿石铁兽和宗严巨兽硬拼 因为这样体能占据劣势的石铁兽不一定能讨到好处 当然 这是众人在不知道精通及高速愈合和绝对睡眠的基础上的分析 而石铁表示 或许体能和基础素质拼不过 但是拼爆发伤害和体能续航 对伤害的抵抗能力 掌握完美奥义和绝对睡眠 高速愈合以及缩小的石铁还真没怕过谁 硬化 背化 超视力 绝对睡眠 雷掌 威慑 高速愈合 这一场战斗 这些技能 石铁可以说是缺一不可 虫虫那边也是同样 每一个技能都很重要 底牌差不多都用出来了 一些厉害的御兽师之后应该可以分析出石铁他们的配招了吧 石铁看着狂吃的石铁和虫虫心道 自己的实力 下次质变 应该要等契约第三只虫兽或者石铁和虫虫进化后了 不过现在的自己也不弱了 职业御兽师分为初级 中级 高级 现在在初级 中级领域 他应该可以乱杀 这两个阶段 御兽师实力差距不大 区别只在御兽空间等级 宠兽成长等级基本是超繁级 而高级职业御兽师 才有能把宠兽培育到统领级的能力 据他所知 像兽尔娘学姐 还有古都大学对战社的主力成员 便都是高级御兽师层次 这也是石铁在大学期间的目标 保高级争大师 到时候 就有足够的实力 想干什么干什么了 此时 石铁虽然不是很累 但是还是躺在了沙发上 看着补充体能的石铁和虫虫 有点惆怅 鹰 鸡 石铁和虫虫见石铁拿了第一都不高兴 不由的疑惑 吃你们的 石铁道 拿了第一 成为职业御兽师 即将获得一大笔资源 本来该是一件高兴的事情 但是一想到接下来要加点近200次硬化 要帮助石铁把硬化点满 准备进化 石铁就头大 这可不是无级别技能 而且 随后还要帮助重重把空间桎固 瞬间移动 空影点上 然后把虚实幻影 空间桎固点到可以破茧进化的程度 又是一份超级艰巨的任务 这样一想 或许 职业考核这十天 才是自己最轻松的时候吧 我啊 最喜欢考试和比赛了 石铁学弟牛逼 强啊 职业考核还没结束 像尹正凡 肯定还要跟战胜了盔甲男的张千一进行一次对战的 但熊猫学姐和考古七英姐等人没看后续比赛 纷纷跑来石铁的备战是这边 叽叽喳喳的祝贺起石铁 这几个人 完全没想到 石铁竟然真的能拿下古都职业考核的第一名 之前几个人联想都不敢想的 厉害 抱着摄影机的熊猫学姐看着吃着东西的石衣和重重 表情颇为兴奋道 哈哈 石铁坐在沙发上 想起接下来不仅要管石衣和重重 或许还要给第三只宠兽加点 颇为惨淡的笑了笑 厉害吧 拿身子换的 你们体会过 全天软绵绵的躺在床上嗑药的生活吗 石铁学弟 接下来有什么安排啊 二月份才开学 还有二十天 可以好好放松下了吧 我们带你游览古都怎么样 郑英杰建议道 这段时间 大家都忙着石铁兽进化研究 石铁也忙着备战职业考核 现在 随着石铁兽进化型公布 研究可以暂时告一段落了 深入的研究 就不着急了 毕竟这是长期的工作 石铁也成为了古都考核状元 怎么看都应该放松一阵子了 的确可以让他们带你了解了解下古都 这里很大的 熊猫学姐点头建议道 学姐你干脆也别回平城了 林鱼儿道 不行 熊猫学姐笑了笑 她在古都已经待了快半年了 接下来 怎么也该回平城看看了 而且 石铁兽饲养基地那边 现在肯定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她 我估计也还有其他事情要做 石铁笑着婉拒 我想去探索下冰原式的冰龙遗迹 这个遗迹和我之前破解的一个遗迹是连环任务 我怕开学后就没时间了 考古七英节 尼玛 又要去破解遗迹 还是冰龙遗迹 他们念了这么久考古系 也还没破解过一个遗迹啊 而石铁 已经盯上第三个了 你是个人 冰龙遗迹 熊猫学姐眉头一皱 看向了石铁 你才是职业御兽师 去那种地方做什么 冰龙雪山 那个地方 面积比整个冰原式还大 环境极其恶劣 超凡级凶兽数量很多 有着统领级生物的凶兽族群也不少 甚至还存在兵系君王 大师及御兽师都不适合独自深入 石铁才是职业御兽师而已啊 放心 安全不会有问题的 如果组不到几个大师当保镖 我是不会去的 石铁还是很有B数的 如果不是现在尹正凡不想搭理他 石铁甚至想求他让他老爹来帮个忙 咦 等一下 虞树的老妈是驯龙师吧 不知道对冰龙遗迹有兴趣没 顶级驯龙大师 这可不是吹的 打普通君王级生物 就跟打弟弟一样 他一个人 就能在冰龙雪山横着走 不过 虞树好像也不待见自己 石铁陷入了沉思 自己明明更想多交朋友的啊 就算你这么说 熊猫学姐还是有点担心 算了 不管了 记得把我爸叫上 别的大师他不放心 但他敢保证 林红年绝对不愿意石铁出事 好 我接个电话 石铁笑了笑 同时感受到手机的震动 拿了出来道 他一看来电人 顿时深呼吸 好耶 是陆学姐 喊他去会场天台 聊植物宠兽的事情 这是要带自己去挑选植物宠兽了吗 第三只宠兽 终于还是要来了 虽然现在预售空间等级还不到三级 但先了解一下 也没什么关系 主要是 他有预感 陆学姐给自己挑选的宠兽 一定很稀有 错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我出去一下 石铁对着众人道 众人点头 十一 虫虫 你们自己在这里吃 石铁随后说道 对了 你们要的东西 在林学姐那里哦 鹰 鸡 十一和重重忽然停了下来 看向了抱着摄影机的熊猫学姐 猛然想起还有这件事 接下来 也该欣赏欣赏自己的鹰姿了 拿了第一 不愧是他们 不愧是他们啊 鹰 鸡 十一和重重快速跑向林修竹腿边 眼巴巴看着他的摄影机 林修竹笑 别着急 我给你们放 会场某个天台 目前只有陆青一和白皙在这里 两人互相聊着天 讨论着石铁 直到石铁过来 两人转过身 看向了他 陆学姐 白学姐 石铁笑呵呵打了声招呼 和两位富婆学姐问好 石铁 开学后要不要加入对战社团和校队 我到时候带你去打全国大赛呀 白皙笑嘻嘻邀请到 第一次看到石铁时候 他还没感觉有什么 但是看了石铁的职业考核 他发现石铁的潜力是真的强 甚至 那只石铁兽和青棉虫 根本不用再学其他技能 不用再提升技能熟练度 只要成长等级达到统领级 石铁就绝对能在全国大赛取得不错表现 毕竟全国大赛中能掌握奥义的御兽师也少之又少 如果考虑石铁兽和青棉虫还能进化 他感觉 石铁能帮助古都大学 拿下一个古都大学从未拿过的全国冠军也说不定 这个 石铁心累 是不是还要参加集体训练什么的啊 奖励很足的 君王种族宠兽幼崽 超阶技能密集 高等级资源 修炼秘境进入机会 白皙感慨 最主要的是 学校的奖励 只会比大赛奖品更多 石铁眼前一亮 奖励不奖励无所谓 主要是他想微笑争光 这种安全的比赛 他很喜欢的 陆青一在旁边揉了揉太阳穴 道 先别提那么远的事情了 说完他笑着看向了石铁 之前和你说了考核结束后 要带你去挑选植物宠兽 我其实已经帮你筛选出来了七种 刚才怕你分心 没有告诉你 它们分别来自不同地方 状态也各不相同 你先了解一下 进一步选择 改天我再带你亲自去看看 我来帮你分析 白皙也在旁边笑道 他最喜欢挑选宠兽环节了 也喜欢帮别人挑 哪七种 石铁心情期待起来 陆青一道 分别是 中等君王种族 木 龙双系 龙雪柳 低等君王种族 木系 生命之术 低等君王种族 木 精神双系 蓝色彼岸花 低等君王种族 木系 变异参宝宝 高等同龄种族 木系 死灵系 森林 高等同龄种族 精神系 并有一些时间系 天赋的七星四叶草 高等同龄种族 精神 空间双系 稻草魔术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